第十九,十九二十四题组,请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十九题到二十题 最常见的胃药是致酸剂,可分为碳酸原类跟氢氧化物类 成分则因厂牌有所不同,美能抑制胃酸也有软变作用 若胃散内有容易造成变异的氢氧化铝或碳酸钙 就会添加少量的美作为中和 氢氧化铝及碳酸钙也能够抑制胃酸,是胃药及胃散常见的主成分 第十九题问,吃下胃药后,胃中的PH值跟氢氧浓度的变化为何 我们晓得我们是有胃病是因为胃酸过多 我们吃胃药是要致酸,所以要使得它的酸性能够降低 胃酸能够减少,也就是氢氧浓度要减少 然后我们也知道,PH值的大小次序跟氢氧质的墨浓度的次序正好相反 如果氢氧质浓度增加,PH值就减少 如果氢氧浓度减少,PH值就会增加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胃中的PH值和氢氧浓度的变化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PH值增加,胃酸浓度,氢氧浓度会降低 我们下期再见